这天,全校脾气最好的老师忽然带着一脸伤来上课 学生们议论纷纷 传言说他是在脱衣舞俱乐部打架受的伤 大家都难以置信 这老师平时看见学生公然翘课 上课玩手机 都只会用开玩笑的语气劝他们收敛 甚至有学生在实验课上彰显暴力 他也只会怂怂地说 就这么一个温和到有些懦弱的物理老师 却在昨晚被人看见 这是一场在脱衣舞俱乐部举办的黑拳赛 跪着了附近最好运的斗狠之徒 却被一个突然冒出的中年男大杀四方 连剩三个回合赢走了所有奖金 那就是布兰登 他还想辩解几句 却看到校长出现在门口 严肃地示意他马上来办公室 这更加印证了 传言恐怕是真的 校长不理解 你堂堂一个人民教师 为什么去干这种事 原来布兰登的大女儿 有先天性心脏病 一个普通教师的工资 根本无力承担医疗费 他的妻子每天打三份工 人事杯水车薪 现在还因为还不起贷款 银行要收走他的房子 而打一场黑拳的钱 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布兰登年轻时是个职业拳手 不过战绩平平 加上妻子不忍心看他打身打死 便劝着布兰登早早退役 成了安稳 却收入微薄的教师 对于布兰登的经历 校长表示同情 尽管从轻处理了 布兰登还是被停职一个学期 对这个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一边拼装着女儿的手工作业 一边和妻子商量 反正都没工作了 不如干脆回到拳台上 但这样的业余拳赛还有很多 对手也只是些 看多了格斗比赛的爱好者 不会有什么危险 妻子虽不愿丈夫在冒险 但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隔天 布兰登去了拳馆 找到做教练的朋友 朋友正在训练一个种子选手 参加即将到来的 斯巴达世界级全赛 他对此很骄傲 布兰登跟他说了自己的窘境 朋友以为他是来借钱的 问他要多少 布兰登却说 朋友愣住了 确定布兰登没开玩笑后问他 你年轻时胜率还不到50% 现在40多岁付出 凭什么赢外面那些野兽啊 但在布兰登的坚持下 朋友还是答应 可以在训练种子选手的空隙时间 待一待他 布兰登说 这就足够了 就这样 布兰登开始了训练和打比赛 不断循环的生活 退役多年的他 硬是靠着扛揍和老店的锁迹 赢下多场业余拳赛 正在一次训练中 锁败了朋友的种子选手 但没人真的认为他是靠实力取胜 只是一时运气而已 直到这天 种子选手在训练中摔伤了大腿 没法再参加后面的世界赛 从医院出来 朋友垂头丧气 他这么多努力和投资 统统白费了 布兰登突然鼓起勇气 布兰登再次拦住朋友 因为他意识到 这场大赛丰厚的奖金 也许是他和家人 唯一翻身的机会 这个硬看在此刻放下了所有尊严 净乎祈求地说 朋友从没见过他这样 终于还是心软了 隔天朋友传了好消息 他成功把布兰登安排进了大赛 妻子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说好这大业余赛呢 布兰登想着女儿的医疗费 房子的贷款 将来的生活 而他只想着布兰登 两人大吵了一架 妻子说 他绝不会去看他的比赛 大赛开幕是人山人海 参赛选手来自世界各地 有奥林匹克摔跤金牌 世界桑博冠军 综合格斗界的不败之王 各个流派的顶级选手 会聚在此 要决出谁才是地表 最能打的人 500万美元冠军奖金 反倒成了名誉的负赠品 布兰登孤零零地走在人群中 没有接待 没有记者采访 没人对他这个无名小竹感兴趣 直到他看见一道 同样孤独的身影 二十多年不见 他还是一眼认出了对方 那是他的亲弟弟 汤米 兄弟那从小在父亲培养下 走上格斗的道路 但弟弟天赋比他好得多 年少时就拿过 六个青少年冠军头衔 也因此深得父亲看住 然而父亲是个酗酒家暴的酒鬼 母亲不堪忍受无尽的暴力 在二十多年前带着弟弟离开 后来 他只听说母亲病死一乡 弟弟去参了军便再没有别的消息 晚上他在海滩边找到弟弟 没有兄弟久别重逢的热情 弟弟的眼神完全是在看陌生人 当时布兰登已经和妻子相恋 成了他割舍不下的羁绊 他拿出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 想和弟弟亲近一些 在弟弟眼中 布兰登背叛了他和妈妈 所以妈妈病重时 她都没有通知布兰登来见最后一面 当得知汤米回来后 就一直在跟着父亲训练 布兰登更加不理解 你都能原谅父亲 为什么不能原谅我 当年汤米离开后 布兰登不仅没多得父亲一丝看重 反而承担了全部暴力 是妻女治愈了他的伤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多年的重逢不欢而散 弟弟也参加了斯巴达 在这座城市 他唯一能找到的教练就是父亲 他成了整部比赛最神秘的人 没有赞助商 不接受采访 网上搜不到任何身份信息 只有两段冲上热门的视频 一段是他在拳馆里 打怕MMA顶级选手格兰姆斯 这也是他能参加比赛的主要原因 一段是他在伊拉克战场上 先开坦克门救了一对落水的士兵 在充满争议的呼声中 康米迎战的第一个对手 是位全能型的顶级格斗士 所有人都在期待一场龙争独斗 却没想到汤米不到十秒就KO了对手 然后走出八角龙 禁止离开了赛场 仿佛不是打赢了一场顶级全赛 而是下楼取了份外卖 相比于弟弟受争议 布兰登则是一边倒得被嘲讽 四十多岁的物理老师 教练没得选才找他 解说原生的羞辱他是条金鱼 被扔进了鲨鱼池 上场后 他果然打得格外凄惨 带了一击重重的击击 对手决定用裸脚结束这场战斗 这是一种成型后就无解的动作 所有人都认定布兰登已经输了 可他始终没有拍地板 硬是撑了十秒 直到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 布兰登依旧疯狂挨打 但就是不投降引倒下 比赛陷入胶着 对手终于急了 对布兰登抓住机会扑倒 用出了他最擅长的手机 没人知道他是靠什么撑到现在的 此时 妻子把家里的衣服 叠了一遍又一遍 眼睛却始终盯着桌上的电话 布兰登抓住的不是对手 而是他濒临破碎的家里 这场堪称奇迹的胜利 让全场沸腾 也让对手心服口服 妻子也终于等到了 他心心念念的消息 之后的比赛 对手越来越强 布兰登也打得越来越艰难 可他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每次都能撑到最后 在对手体力不知是找到机会 用索记击败他们 汤米则是一路碾压 打得对手连拍地不强都做不到 每次都是裁判拦住他 才没有把人打死 尽管汤米回回都低调离场 可他的爆火 仍让人发出了更多信息 原来汤米是个逃兵 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后 他被送往伊拉克 在那里遇到带他 如家人般的战友 然而一次任务中 他亲眼目睹战友 被友军的炮火误杀 心灰意冷的汤米逃离了部队 逃亡路上 还揪下一堆落水的坦克兵 被记录仪拍了下来 而他之所以参加全赛 是为了拿到500万奖金 给战友的遗霜 父亲在游戏厅找到汤米 想安抚他的心情 也想缓和他们的关系 可汤米不领情 一句句话 向刀子扎进父亲心里 他不知道 原谅了他 但是无法再信任他 为了妻女的安全 他从不让父亲进自己家门 被大儿子拒之门外 又被小儿子当乞丐赶走 这个老人终于被自己的错误 压他了几倍 当汤米回到酒店 看到的是酩酊大醉的父亲 他破了自己 坚持三年多的戒酒记录 自杀般喝了一瓶瓶高度酒 看到汤米 他像个孩子一样抱着他大哭 这次汤米没再推开父亲 而是从身后 把他搂进怀里 有些伤口无法愈合 有些错误难以原谅 但汤米心中 确实有些东西融化了 斯巴达决赛就在今晚 布兰登用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 打败了世界三博冠军 离五百万奖金只剩一步之遥 而横跟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亲弟弟 这场兄弟间的宿命之战 让赛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汤米一到赛场就被军警监控 因为逃兵身份 比赛一结束 他就会被带去军事法庭 可偏偏他的救人事迹 又让他成了海军陆战队的英雄 数不清的军人来现场为他呐喊 而布兰登身后是他的家人 两个人都有不可退缩的理由 汤米没有把喝醉的父亲叫醒 故意让他错过比赛 让他避免看到这骨肉香残的话 他的拳头依旧凌厉疯狂 丝毫没有因为对手是哥哥而手稳 这阵汤米走到现在 真恨 贵父亲 恨哥哥 甚至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替战友死的那场泡沫中 他的每一拳都充满毁灭和自会 而支撑布兰登的 是爱 他比汤米忍受了更多父亲的暴力 却长着和父亲完全相反的人 这全靠妻子和女儿的治愈 他并不想打赢弟弟 只是身后有他必须守护的东西 所以他不能倒下 在妻子的眼泪中 在弟弟毫不留情的攻势中 布兰登一直撑到第三个回合 才终于找到机会锁住了汤米的左臂 于是瞬间逆转 布兰登听了汤米手臂脱臼的声音 他想叫停比赛 汤米蹲在角落 像头受伤无助的野兽 他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他再次站了起来 只剩一只手的汤米 已经失去赢的可能 布兰登一边躲避 一边劝他放弃 但回应他的只有倔强的拳头 他只能反击 将尽快结束这场比赛 布兰登曾在课堂上教学生什么是反作用力 每一个作用力都会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 今天他终于深切体会到 打在汤米身上的每一拳 都同样沉重又沉痛的反作用在自己身心之上 父亲终于赶来赛场 见到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 布兰登裸脚住了汤米 他一遍遍喊着对不起 哀求汤米认输 但一个心存死念的人 是无法被打败的 我操作用了汤米 都答应了 我操作用了汤米 是失败的 我操作用你 我操作用你 自始至终 他们要的都不是对不起 而是一句简单的我爱你 爱与被爱 这活着的必需品 他们曾在母亲和战友那短暂体验过 却又被残忍剥夺 布兰登没有打败他 而是治愈了他 用一句我爱你 在他击黑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束光 告诉他 以后 你不再是一个人